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有论度评价称 这五条指示中 第五条是涉及对日策略的孤独评论 前四条则明显是在压抑对这次胜利宣传的基调 以尽量所小贵戏的影响 并未 据说 一次蒋介石在武昌关里听到街上人声鼎沸 问什么事 左右告诉他 是在庆祝台儿庄大姐 蒋文宝面有不悦之嗣 冷冷地说 有什么好庆祝的 叫他们走远点 不要在这里胡闹 而上述材料 建筑日方资料及市井据说 其真实性尚无定论 但比这一须永昌寒殿中 亦发现有两封至蒋介石寒殿 其内容 正是要求蒋介石对台儿庄一役的宣传要加以控制 第一封 写于1938年4月7日 寒殿全文如下 台庄之节 王海独欢 唯抱主庆贺 未免太早 在军兴以来 师弟庶盛 国府拨迁 窗聚痛身 至惨极苦 今恢复大业 百为谋医 而聚以小圣自喜 以非古圣戒离之意 他更有禁于此者 将恐常人民扶骁之气 而转为国际 知气效应 军作如以余见为然 起立赤制止 即以敬民戏而蓄内计 并守于前方将领 勿以助胜而交 为敌所成 信慎信慎 是否有荡 扶起君才 三第二封写于1938年4月8日 寒殿全文如下 气为口舌兴冗 古人所见 现当军事好转之时 于宣传方面 犹疑格外留意 盖台庄之解 故由于我之将是用命 而亦有敌之不及增援 敌之不及增援 非其实力不足 亦以流灵卑额 亦以意见分歧 而或有内忧 设我宣传过党 与敌国体山野难堪 则比将上下同心 不顾一切 先以权力对我 敌是上强 我协力于敌 且能获胜 比协力对我 我起意当 此不可不留意者意 国际情势 多际善变 我国地大物博 主所垂涎 由弱而强 起其所愿 资表从情于我者 虽为我 时际日而 我若昼盛而骄 兴夸自虚 不仅今次为然 则将一计日之心 转而记我 其 我之理 此不可不留意者而 哀兵必胜 始漏其端 举止日高 何以未计 唐有余一圣 据为日人一语 民气浮潇 必有难以善起后者 战事结束时 亦必棘手矿军作领导建国之使 似以养成兼真弘一之民风 宣传虽所异端 始继有所当紧 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项 有意不慎 必加众前途困难 且为宣传文字波音 已以端井厚重为依规 而以轻薄浮夸为大界 于痛历日人 游家慎言 日军法与日人 七一分别 于其天荒 由不可轻武敌一报 我以人 敌诸寡 我诸多 最后胜利 必属于我 否则空言赵获 甚非记之所得已 于谬之论 是否有当 扶起君才 自1938年春 蒋介石终于李宗仁佐 白宠喜有 于徐州和颖徐在日记中感叹 蒋先生虽通电不吝庆祝 但与俱不疼切无甚大笑 徐永昌乃国军一级上将 抗战期间曾任军令 部部长师要指 东而言之 其主张对台儿庄胜利 须控制宣传的理由有三 一 此意虽苦战获胜 但战果有限 且得益于日军未曾增援 若宣传过度 刺激日军 恐招致其更改战略 舍弃索俄而全力攻击中国 二 不实的宣传 容易使国际上发声误会 削弱其防日之心 增强奇迹中之意 暗指索俄与英国 三 虚夸战果 意令一般民众对抗战之间难程度产生错觉 进而不能理解当局九十代变之战略 造成破坏性的舆论压力 查询永昌日记 4月8日有记载趁 江先生左眼虽同殿不令庆祝 但语句不痛切 无甚大笑 回忆去碎罗沟桥战士之庆祝 真是击溃切离 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 对蒋起到了作用 但因蒋的不令庆祝的指示语句不痛切 效果有限 徐永昌遂于4月8日再度致函 详加分析浮夸宣传的各种厉害 前引日方资料所提供的讲解时关于台儿 庄胜利的五点指示 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发细查该五点指示 与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内容 高度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 徐永昌在函殿中对台儿庄之意的描述台庄之解 故由于我是将士用命 而亦有敌之不及增援 敌之不及增援 非其实力不足 亦以流兵备额 亦以意见分析 而或有内容 与日方资料高度吻合 1938年初 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队应否 在中国大陆积极作战 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对立 但由于台儿庄之战 出乎意料的判明 以李宗人为总指挥的约五十个师 其中有邀领式中央军的中国军 集结于徐州附近 整位强力的抵抗阵地 于是乘此良机 使用全部中国派遣军以举与中国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意见 在陆军各方面增高长 以台儿庄战斗位契机 大本营决定发动徐州作战 五由此可见 徐永昌担忧过度的宣传会刺激日军 发动更大的攻势 是有道理的 至于说 蒋介石接受徐永昌的意见 不另庆祝台儿庄大姐 是为了防范贵系作大 旧史料而言 并无根据 事实上 在贵系的运作下 台儿庄大姐的宣传相当宏大 用李中仁的话来说 是举国若狂 台儿庄区区之地 继承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61938年4月 台儿庄中国军队阵地注释 一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事室 中国士兵陆军作战史 第一卷第一分册 二 蒋介石的人际世界 麒麟人民出版社1994 P516 3 台 中研院 徐永昌先生含电言论级 P65 此同上 P6667 无可参考森松俊夫 日本军台儿庄大败了真相 当本轻浮关于版本 赖骨两支队 在台儿庄附近分离的情况 秦玉燕台儿庄是战等 六 李宗仁口述 唐德纲撰写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人 明出版社1988 P517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